城市好还是农村好 七岁的米飞觉得肯定是城市好 现在有个陌生的阿姨 想要把米飞从农村带去城市 她怎么可能自己一个人去享受农华富贵呢 虽然现在手上的钱还不够交辅导费 但是她相信只要再多挣几天就够了 她开心的回到外公家 妈妈还在医院加帮 偷钱的舅舅已经把钱花光回来了 外公问米飞 飞飞啊你这医生弄得这么脏 干嘛去了呀 爷爷我去集市拿昨天的草药去换钱了 你看我赚了好多钱呢 没想到米飞刚拿出钱来 舅舅又抢去了 还恶狠狠的说 小丫头骗子还敢藏钱 是我家住我家 这点钱就相当于你们这两天的房租了 说完她开心的跑了 不一会有人推开了门 居然是老师 老师一进门就对米飞说 别说了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老师呢 你的课外辅导费 我和同学们商量过了 从班费出 你那么聪明的学生 老师可不希望你荒废学业哦 这下米飞的心事总算是了却了 再过两天 就是米飞的生日了 可是她却异常想念爸爸 她已经好几次 梦见爸爸回来了 可是每当她醒来 却发现爸爸已经离她而去了 这时候 她的眼泪就会尽湿枕头 这两天不知道什么原因 米飞总是恍恍惚惚 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到了她生日的那一天 下午饭学的时候 就在学校入口 她突然看见 爸爸在对面照着她招手 她开心极了 太好了 爸爸还记得我生日 于是 跑向前方 想要跟爸爸拥抱 就在她迈足的那一刹那 她突然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 然后就听见碰的一声 等她回头一看 发现老师倒在了血泊之中 一辆轿车也翻车了 然后她就失去了知觉 米飞妈妈在医院上班这么久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学生受伤的 她已经连续做了一天的手术了 她今天可有的忙活了 她准备去看看 有多少需要治疗的孩子 就在她拐脚的时候 实乱发现了米飞 天哪 怎么连自己的女儿也在这里 虚弱的米飞 一直喊着妈妈的名字 第一次面对生死 米飞多么需要妈妈呀 妈妈 妈妈 快抱抱我 妈妈看了米飞身上的牌子 对米飞说 孩子 你的牌子是绿色的 说明你的伤比较轻 不用着急 你的同学和老师 他们都在等着我去治疗 多等一分钟 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 她不顾米飞的呼喊 走向所住室 这次她治疗的是米飞的老师 老师自从抬进医院 就昏迷不醒 米飞妈妈用尽全力 也没有把老师救活 这位伟大的人民教师 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世界 米飞妈妈看了太多生死 对这件事情除了惋惜 什么也不能做 她已经尽力了 于是做完手术后 她再次回到米飞的身边 却发现米飞已经昏倒了 她赶紧找来其他的医生 过了一天 米飞终于醒了 她一醒来 妈妈就在身边 她开心地扑到妈妈怀里 然后她问妈妈 妈妈 我的老师怎么样了 是她救了我 什么 老师是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所以才 此刻的米飞妈妈 再一次被老师深深地触动 正当她想告诉米飞 老师已经去世的时候 医院的同事把她叫出去 所有重要的事情 告诉米飞妈妈 妈妈走出去 问同事自己的女儿状况怎么样 什么时候才能出院 同事非常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首先希望你当定 通过这次车祸 给你的女儿做了个全身检查 在这个结果中我们发现 她的视网膜神经已经坏了 也就是说 她会失明 更严重的是 我们还发现 如果不及时做移植手术 还有可能会造成心脏衰竭 她的寿命活不过两年了 米飞妈妈顿时蒙住 一直往后退 嘴里一直在说不 没想到 我从医一生 最后却连自己的女儿都救活不了 我对她的关心太少太少 还记得以前 每当她回家 米飞都睡着了 都是爸爸给她讲睡前故事 她除了关心米飞的学习 从来没有陪过她过一个生日 现在离婚了 米飞却为了不让妈妈孤独 才选择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可这一切真的太迟太迟了 好了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艾米 下集更精彩哦